外傅, 這麼不小心 你女兒掉了豬, 我沒得吃 是這樣的意思 但我明白為什麼你不知道 因為這些東西你不見了很久 你… 你對, 那些東西不用說 我認為你說… 有一個問題很想問 是 為什麼會失去豬 男人都是… 是否這樣說 男人都是說… 像只說女生 男人好像只說破處 很瘋狂 像沒有一隻龜 你不會… 這麼慘 沒有一隻龜是另一件事 別胡說, 很多小朋友看 不要學… 因為你結婚 結婚有一個傳統叫三招回門 是 即是你到第三天要回到梁家 你就會買一隻燒豬回去 他們說根據傳統 以前豬是女士的蒸粗 是玉潔冰青 如果三天, 三招回門 你沒有拿一隻豬回去 即是代表你沒有碰過女兒 是這個意思嗎 是 我以為事情更形象化 就是她的女兒像豬寶一樣 現在你拿了女兒 你回回… 不是… 古時的年代 如果三招回門 你沒有買一隻燒豬回去 即是代表你沒有碰過 對… 對, 即是不吉利 那以前有否碰過 都會馬上回一隻 而且是否也會買 是否也會買 也會買 即是… 但這是一個正常傳統 就是這樣 但他們也有一個很搞笑的研究 就是據這個傳統來說 豬是代表女士的蒸粗 是… 但你放在結婚喝的時候 你又將豬… 即是第一道菜… 魚豬… 還要派給所有人吃 對… 這件事真的很開放 對 意識上很開放 很矛盾 所以這件事有點矛盾 吃東西 好 八觀大人 你過來做甚麼 我在化妝單一邊化妝 我聽到你剛才說的 有一個位置 我提出另一個看法 是 欣仔, 李哥, 來… 哪吃哪吃… 你交給我見聞 就可以讓你吃雞翼 我用一隻雞翼, 想換一個真相 沒問題… 吃多隻也還有 剛才說關於三支回門的 是 他已婚, 他可以說 沒關係, 我從小到大 跟媽媽住, 我聽過很多古老的事 她說三支回門, 你說得對 那是男家回門, 要鑄回去 就是代表外家 外父, 外母, 我吃了你女兒的豬 如果回門沒有拿豬回去 她說外父, 外母, 為甚麼 你女兒沒有豬給我吃 所以如果回門沒有拿豬回去… 是否很輕 古代是很沒面子的 那真的不是男人… 沒錯, 不是男人, 是低性格 對 現在是家人 如果你回門沒有拿豬回去 那個女兒… 那個女兒回家說… 本身已經失身了 外父, 這麼不小心 你女兒掉了豬, 我沒得吃 是這樣的意思 但我明白為甚麼你不知道 因為這些東西你不見了很久 你… 你… 對, 我認為你說的很公道 公道… 馬上用ViuTV App 和上ViuTV免費重溫 更多精彩節目, 任你選擇